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就特地帮大家谈了一下关于互联网思维 我是这样子认为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我们叫做能力圈 就是你的能力范围以内 好像我们做股票分析的时候 选股票来投资的时候 你也特别特别需要看清楚你自己的能力圈 你的能力范围以外的那些很多的公司 你搞不懂的行业呢 其实不应该随便碰 哪怕有很多人告诉你 这个股票会升 哪怕你身边有朋友 或者不止一个朋友 在一些你自己很陌生的股票上面 赚到了钱 然后告诉你他赚了钱 意思就是问你要不要跟进 哪怕是你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啊 那你应不应该他一个绞进去 你自己不熟悉的这个公司投资他的股票呢 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呢 一点都不难的 就我换一个比方啊 如果今天晚上有你的好朋友找你出去喝茶 对吗 在这边听完陈建老师的live之后 出去跟朋友喝茶 你朋友说 我最近想开一间店做一点生意 对吗 有利可图的 你要不要投资一点 那如果你的朋友问你 要不要跟他一起开店啊 一个正常人一定会问清楚的吗 喂 开店做什么生意啊 啊 卖什么产品啊 赚多还是赚少啊 危不危险的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会考虑这些问题 然后才给你朋友一个answer的嘛 但是股市的时候啊 大家就说 有钱赚就买了就投资了 那结果碰了一些自己一窍不通的 你看一看啊 如果你跟朋友合坟一起开一间店 你朋友说 做幼谷茶呢 对吗 陈建老师最喜欢的 幼谷茶呢 那 你就说 好啊 我也做幼谷茶呢 跟着你啊 对不对 但是你自己是不会煮的 你的朋友才是会煮的那个 那你就很被动了 如果你的朋友啊 生病啊 或者你的朋友要出国啊 你自己一个人啊 雇那个店啊 你根本是雇不来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讲到生意的角度啊 我们一定要清楚了解的时候 我们才会参股啊 对不对 参一脚进去的 所以我们华人都有一句话嘛 不熟不作 所以做股票也是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能力圈 尽量去投资自己熟悉的行业领域里面的公司呢 无形中你的风险是低了很多的 那我刚刚讲到能力圈的原因呢 就是除了我们要尊敬自己的能力圈来做投资决定了 那第二个我们在慢慢的人生路里面呢 是不是也应该要去不断的拓展自己的能力圈 所以你甘不甘愿 永远就只会这个领域的股票 而不会那个领域的股票呢 对吗 所以有些朋友可能说 哎没关系的 我只是投资产业信托罢了嘛 对不对 所以产业信托很好 那我就买 我也赚到钱 我满意了 所以这个没问题 没问题 但是大部分的朋友呢 在股市里面久了 看到其他的行业 原来除了产业信托可以赚钱 银行股也可以赚钱的 而且银行股啊 可能行情来的时候 升得比产业信托更加快 更加猛 然后此一点他又发现 哇原来半导体的股票啊 周期来到的时候呢 哇半导体的股票比银行股啊 还要厉害啊 对吗 所以当你如果想 目标放得更加高的时候 那其中一个条件就是 你需要看那种其他的机会 懂得去看其他的机会 以及区分其他的危险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圈 所以我自己呢 是希望不断的拓展自己的能力圈的 所以很多的投资者 尤其是有经验的 他们年纪月年长啊 他们对各行各业的了解啊 随着时间的累积 他们对各行各业都有所涉猎的时候 他们会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 坦白说 曾经老师我在现在的股市里面 会的东西也是很有限的 我看到很多很多人 在某一些领域 或者好几个领域都比我厉害的很多的 所以看到那些高手 我们也想去追赶啊 对不对 所以我要追赶的话 我要知道更多的东西 我拓展我的能力圈 我要将我会的东西再融会贯通 再理解 当我理解到有一些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有一点点成就感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如果我将这个东西分享出来 比如之前两个星期讲到的互联网的 这个思维 对吧 互联网的企业 他们用什么东西来赚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在未来五年十年 应该对大家很有启发的 所以我就分享出来 那我还是坚持 我还是会坚持做这个 分享在我们的每个星期的这个live里面 但是当然我们还是会选择以股票为主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